韩国瑜那个事情比较简单 是民进党的立委自己没有在现场 事实上总咨询 甚至我们都要提前 比如说你前面有两个人 我们就先进去议会了 因为30分钟咨询 有时候他只讲10分钟 所以你时间就会被缩短 那更何况有人放弃 那表示他也没有打开 那个监看的电视 不然你怎么会完全跟不上那个时间 所以我基本上认为 韩国瑜并没有错 当然有人会说 韩国瑜没有体谅一下 说我们就修会一下 修会30分钟 可是基本上他没有错 因为你本来就直询 然后前面有人没到 你自己要盯着看 本来就是这样 但现在这个是我带风向 韩国瑜就是赶着要下班 这个你随便讲 反正现在就是说朝野协商 说要就这几位没有咨询到了 是不是可以补牌 这个也不难 韩国瑜要急着下班 陈丁芬已经先下班了 陈丁芬已经走了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根本不是什么议题 就是因为洪森汉没有咨询到 所以他有点生气了 可是自己有问题嘛 是因为洪森汉的 你现在还没有咨询到 我还没咨询到 那是没有咨询到 那是需要宝宝汉的 我还没咨询到 以后来见到 那是不咨询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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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不咨询到